陈家的四房仪太太各自候在门外,等待宠幸 这时,月子里的长弓临着灯笼走来 接着,灯笼被放到了四仪太太的门前 四月点灯 其他太太失落回屋 寺院里挂起了无数的灯笼 在小车停月的垂角声里 宋连借借开始享受这种状态 只是到了半夜,三太太又来了 宋连很不高兴,老爷自然也不好再过去 但这三太太可没那么容易把休 一大清早就在寺院附近唱起了戏 吵得宋连不得安宁 他实在忍不了了,冲到天台上 插着手就看着三太太唱 直到把三太太看得不好意思了 一场沉浅闹剧,才停歇下来 可等宋连回屋时 正中间老爷和燕耳勾勾搭搭 宋连被气得眼泪直流 这天晚上,老爷终于去了三太太院里 三太太的方法倒是揍笑了 听着不停传来的敲脚声 宋连生气地踢翻了脚盆 把气悬洒的燕耳身上 感谢观看